他當初是跟這一個就是 這個權狀所有人 人頭 他跟他講說 就是說借名登記 就是說他跟他 他又再簽了第二份合約 然後這個合約是三年的 所以他跟他簽了一個 借名登記合約 對 對 然後這個是三年的 然後就是說 在這三年的期間 只是借他的人頭去辦房貸 然後就是帥過頭 也跟他承諾說 這三年的房貸 然後水電費 稅金 都為他來負擔 用他的名字去借錢 對 但是帥過頭要去負擔 那個房貸 水電瓦斯費 對 沒錯 可是從頭到尾 他根本就一次錢都沒付過 這樣不就衰 對 然後他 因為他人頭已經辦了房貸了 那他貸多少錢 要貸到一千多 他總共貸房貸900萬 然後他自己還不夠 還自己就在信貸了150萬 總共他貸1050 1050 他一個月要繳多少錢 他現在他辦三年的寬限期 三年 然後他每個月要繳三萬五千塊 然後他的寬限期到今年 就要到期了 然後他接下來 他之後每個月 他要付五萬多塊的 對一個小資族而言 三萬多塊不得了的成就 是 而且重點是 他付了這個房貸 可是他的房子是空在那邊 也沒有任何手椅 然後呢 如果有水電費 然後每一年的地價稅 或者是就是那些稅金 他也都是他就負擔 然後他也不能處分 雖然是他的名字 也不能處分 也不能出租 也不能收益 是是 那這個稅得很難